真相大白,安东尼离开雷霆,他才是罪魁祸首,比威少和乔治更可恨俗话说得好,局生淮南则为局,生于淮北则为止,虽然只是季前赛,但是看完了这三场比赛,如果还有人说安东尼和火箭不合拍,那就让人笑掉大牙了,看看这个画面吧,你就什么都明白了,还记得上赛季季后赛,安东尼被米切尔狂虐的画面吧, 四个月不到,防守漏勺安东尼成防守大神了,有人说,安东尼防守积极性提高了,这句话也就是片片尾球迷罢了,安东尼防守端进步飞速,原因非常简单,现在的火箭,有三位中锋,卡佩拉、塔克和安东尼,每场比赛,安东尼大多数时间对位的,都是对方的大前锋和中锋,而不是小又快低后卫,安东尼打的是美哉美哉, 而在雷霆时期呢,议员先生亚当斯是球队正排中锋,场均出场33分钟,卡佩拉场均只有27分钟,亚当斯下场,雷霆如果打笑各阵容,怕特森,格兰特又会被推上中锋,根本没安东尼什么事,真相大白,安东尼离开雷霆,亚当斯和格兰特才是罪魁祸首, 进攻端被乔治威少抢走球权,防守端被亚当斯和格兰特抢了位置,安东尼能打好就见了鬼了,当然,亚当斯比威少和乔治更可恨,在火箭,安东尼防守端没问题,进攻端更没问题,看看下面这组数据吧,你就恍然大悟了, 三场季前赛,安东尼三分线外出手,18次,命中9球,命中率高达50%,而在雷霆时期呢,三分命中率常规在35%,季后赛21%,有人说是安东尼夏天苦练了,也有人说季前赛防守压力小,所以安东尼投得准,统统都不是,原因其实很简单,上赛季火箭场均三分出手42次, 雷霆场均只有30次,季前赛三场比赛,火箭场均三分出手46次,三分投得越多,说明进攻空间拉得越开,对手不可能全部兵防,空位三分机会将会很多,火箭就是这样,反之三分投得越少,说明对手根本不忌惮你的三分,那么想得到空位三分机会,几乎没有,这才是安东尼三分大爆发的真正原因, 看着安东尼这个样子,莫雷和德安东尼的眼光,真让人佩服啊。